就是鲜护震慎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讲到此地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请先开金本 第三页 第三页 经文第四行 经文的第四行 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 诸 贤护等十六正思 所谓善思维菩萨 慧变才菩萨 观无助菩萨 神通化菩萨 光阴菩萨 抱床菩萨 至上菩萨 极根菩萨 信慧菩萨 愿慧菩萨 相向菩萨 宝音菩萨 忠祝菩萨 智行菩萨 泄托菩萨 二位上手 这个地方 总共为我们列出 十六位在家的上手菩萨 上手 上手 这个意思 就好比 团体 大众团体里面的手足 如果我们讲分班的话 那么这是一个班一个班的班长 这就是上手 余慧的菩萨众 人数太多了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 有圣文众 在这个出家的比丘众 后面呢 又跟我们说到有比丘尼众 有在家的二众 男居士 女居士 那么这些人呢 都有数目 总共有两万人 菩萨众的数量 就太多太多了 特别是他方世界来的菩萨 是我们本土的 跟释迦牟尼佛 生在同一个时代 这一位是在家 已经证得等觉的一位菩萨 在家菩萨 他的地位跟观世音 大师之文殊普行 完全平等 第一点同学们要记住 那同样的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成佛 释迦的是出家乡 与佛同时 同一个时代 还有一位 释迦成佛 是在家乡 我想许多同修们都知道 唯摩器长者 唯摩器长者是 在家乡 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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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维摩器经》里面所看到 佛的弟子 向此地所讲的 释迦牟尼佛 莫尼佛 几乎所有大小成金 一开端呢 都有这两个人 这磨难尊正 差不多 这三个人呢 我们常常看到 这三个人 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进释迦牟尼佛 你看那个礼节 顶礼三拜 又绕三扎了 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护掌攻进队 他们到维摩居寺 那个地方也是一样 维摩居寺身作讲经 这是居寺讲经啊 摄牟尼佛 尼佛 沐尼佛 沐尼佛 那都是出家人 出家的罗汉 见到维摩居寺 也是顶礼三拜 又绕三丈 也是恭敬获掌 而伯爷呢 没有两样啊 这一点呢 诸位同修们 一定要记住 特别是出家人 为什么呢 怕的是我们一出家 穿上这一身 元帘大袖啊 就变成功高国慢了 就自以为是 所以末发时期 黄念族老就是讲得好啊 颠倒了 哪里颠倒呢 我习修行正国的人 人数最多最殊胜的 出家比丘第一 陈旧第一 人数最多 出家的比丘女第二 在家的男就是第三 在家女就是最少 这从前 现在这个时代啊 修行正骨的 我们今天讲正骨 真正往生西方净土 就是正骨 在家女众低了 人数最多啊 真有成就啊 第二呢 在家男众 第三呢 出家女众 最莫了是出家男众 你说糟糕不糟糕啊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这个衣服一穿呢 不晓得天高地厚 供高我慢 求人恭敬 人家对你一恭敬一恭扬 那一点佛报全都曝光了 这还得了吗 所以古来祖师大德 一再劝灭我们 我们要谦虚 要恭敬 特别 你看祖师大德 在这个扩颂参仪里面 常常我们念叨 一切恭敬 一心顶礼 不嫌菩萨交给我们 礼尽不服 你看那个意思 多深啊 怎么可以供给我们 怎么可以轻视别人呢 本金出家中 比丘只列了五个人了 菩萨也只列了三个人了 出家的菩萨 在家的菩萨列了十六个人 他的意思不是太明显了吗 这个法本 这一部经 就是 独在家同修 一身圆满成佛的无上法宝啊 我常劝同修啊 我说我们今天要依靠谁啊 我们要跟哪个修啊 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修 为什么呢 我们的本司释迦牟尼佛 是这样劝导我们的 他老人家赞叹阿弥陀佛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我们是跟佛中之王学啊 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 无量寿间是金中之王 这还有什么话说呢 我们今天依照这一部经 就做了